保林茶市食安风暴延烧 台北市政府在处理上有了最新的进度 在专区上公告 17号到25号总共有91笔的消费记录 其中9天之内就卖出了68份 有一律的果条和盒粉 而21号和22号是最多的有13份 卫生局也依违反食品安全法 对保林重罚了250万 至于后续的赔偿问题 人白保单可以赔偿 不会让消费者求长无门 保林茶市中毒事件越演越烈 根据台北市府调查 截至29号共掌握到14个案例 事发期间17号到25号 91笔的消费记录中 最有疑虑的果条和盒粉 9天内就卖出68份 其中以21号和22号这两天卖的最多 果条和盒粉加起来13份 我们所掌握的91笔消费记录 目前也都已经上传 所以也再次的呼吁民众可以比对 如果有在这段期间到保林用餐 那身体不适即刻的跟我们联系 就怕吃下致命果条和盒粉 卫生局也要消费者 有疑虑可进行核对 身体不适要尽速就医 而外界关心的保险理赔 北市府和业者的开会后达成共识 讲万安要民众放心 因为保单额度高达数益元 可负担赔偿 针对保林茶室则从众开闸 绝对不能轻轻放下 保林茶室风波延烧市府 持续清查 记者黄此霆又说 微商主传言为达台北报道 保林茶室中毒案 累计到现在通报21例 有两个人死亡 光是台北市就有14例 卫生局长陈燕远表示 目前台北市4例重症病患 病情持续的恶化 其中一个人肝肾衰竭 还出现了脑部病变 情况不乐观 就怕再有食安风波 台北市卫生局跟法务局 在今天下午 由食安关带队到 信义原版A13 地下美食广场击查 除了保林茶室之外 也检视其他的餐饮业者 是否符合规定 保林茶室中毒案 人数通报不断向上修正 29号双北又增加四例轻震 而台北市的四名重症患者 病况不乐观 某一位目前除了肝肾衰竭以外 脑部也产生了病变 四个案例持续的恶化 直接来到大时代公司的 时代美食广场 可以看到保林茶室 登泉案完全没有营业 而北市府的卫生局 以及法务局 要来机茶 时代广场的其他业者 是否符合人员管理 仓储货运等25个项目 卫生级法务人员 29号大动作突袭 前往事发所在地 信义原版A13 地下美食广场 机茶除了保林茶室 其他八间餐饮品牌 现场查看 有无产品责任险 员工提检表及进货单据 发酵类的食品的话 我们会特别来加强机茶 每次见它的空间 一般是比较狭小 那我们会加强就是它的食材的保存部分 还有它制作的过程 保林它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 合格有效期限内的保单 卫生单位 他们也是收到一样的证明 他们也是很差异 吃个饭吃到命都没了 民众心驾驾 明明是同个时段 隔壁百货 新光3月A11地下美食广场用餐人潮满满 信义原版A13地下美食广场用餐民众 只有个位数 而看开保林茶室中毒案整理图表 出事的用餐时间 集中在3月19号 以及3月21号到3月24号 唯独3月20号用餐民众 目前没有经由音乐通报或成型 引发外界议论 而且为何保林茶室 只有信义原版A13分店 出现疑似食品中毒个案 究竟是上游裹条厂商出问题 还是店家保存不当 种种疑点 北市府也已经注意到 将尽速调查厘清 找出真相 记者要讲 于林宇台北采访报道 保林茶室餐厅引发食安风暴 已经酿成了两个人不幸死亡 法医解剖之后 取得了重大突破性进展 两名死者的体内都解除了米酵菌酸 而卫福部次长王定胜指出 将会兵分两路来追查 对所有患者进行检体分析 最快在下周结果出炉 也要采业食材跟餐厅环境 不过米酵菌酸到底从哪来呢 有医师分析 可能是木耳发酵不完全 让米酵菌酸有条件产生毒素 也有可能是调味料当中含有椰子成分 才会让细菌滋生 保林茶室食物中毒案 在法医解剖后出现突破禁诊 两例死者体内都减出米酵菌酸 卫福部次长王定胜指出 接下来要兵分二路追查 除了对死者住院患者 也要对已出院的患者进行检体分析 也要查验食材跟餐厅环境 才能找到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这个检体我们已经在验了 那反正休养的我们会请卫生局 去跟他们联系 也向他们来验的这个血 所有的米酵菌酸 这个叫做唐昌博科氏菌才会产生 让我们去做环境采检 看看能不能够培养出这样子的细菌 患者检体采检最快下周就能有结果 但环境细菌培养需耗时两周 而外界多数推测 米酵菌酸是暗藏在患者吃下的主食 果条跟河粉中 但有医师认为配料中的木耳跟酱汁 可能性更高 黑木耳在浸泡的时候 第一个它没有放在冰箱里面 第二个它浸泡的时间过久 上面的菌在浸泡的过程中间 加上湿热 所以它就增生 然后还有这个果条 但是冰的位置 是不是就放在椰子附近 黄豆酿造的酱油 如果加了椰子就有机会了 只是外界一货 果条河粉在台湾被使用多年 都未出现食安问题 为何进来才突然引爆 它在某些条件会滋涨 在国外也很少见台湾这第一次 死者检体找出米酵菌酸 但还有很多疑问至今无解 榨出新型食安问题 中央地方要全力追起 这次中央调 保林茶市食安风暴 检警要比对证词在今天大动作的 在约谈负责人李法轩 王姓店长以及休假反国的周姓厨师 李法轩讯后吴宝请回 虽然由律师代为发言 但是他两度鞠躬道歉 加起来时间长达24秒 还曝光自己的父母亲在3月22号 也曾经吃过店里头的果条 而休假的正班和代班的厨师 现在都被列为被告 负责料理的越南籍胡姓代班主厨 连上了9天 中毒案例都发生在他上班期间 他喊冤说 烹认的过程没有问题 人物料都是老板统一叫得过 造成大家慌张 真的很不好意思 什么话都没说 保林茶市负责人李访宣 北检负讯后低着头 两度鞠躬道歉 第一次鞠躬时间长达14秒 第二次10秒 但都低着头 该说的话通通都由律师代为发言 还说他自己跟爸妈 有吃店里的炒果条 释发的时候 他当时他自己的爸妈 有到店里面去用食用餐 然后用的也是果条 业者他自己在卫生局 第二次饥茶的时候 他也是在现场厨师去做 炒一个果条 然后也去做一个食用 保林茶市负责人李访宣 还有王姓店长 以及原本就在心意店上班的周姓厨师 三人通通以被告身份到北检接受调查 食品管理师有出现问题啊 被追问餐厅食材有没有问题 没有做出回应 到底是烹饪出问题 还是原物料出状况 现在都要细细查清楚 食材到底做什么问题啊 他就是负责下厨的越南籍胡姓主厨 24号深夜就被移送北检附讯 当时检察官认为他还用保林茶市负责人李访宣 以及王姓店长涉嫌重大 列为被告限制出境出海 有需要说明吗 这名胡姓主厨平时都在台北车站微风店上班 但微风店刚好整修 加上正逢新营A13店原本周姓厨师出国休长假 他帮忙连带了九天班 没想到第二天就出状况 有人吃了店内果条和粉身体不适送医治疗 胡姓主厨喊冤说烹煮流程没问题 怀疑会不会原物料有状况 但他说叫货通常都是老板处理 两名死者已经完成解剖商宴 饭饱协会将协助家属申请180万元被害赔偿金 同时帮家属对业者提假扣押 食安风暴雪球越滚越大 被害家属只求能够得到一个真相 记者马上帮忙将杨文豪台北采访报道